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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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最近那個 最近盤突出發作 所以沒有辦法站 然後每天都很痛 坐火車也很痛 反正就 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是一個 跟需要有關的 就是在我自己的生命歷程 我發現 當我有能力思考 我這個身體 需要什麼 需要什麼 或不需要什麼 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人生變得比較容易 後來 我最近 最近的一個決定是 我只需要一雙鞋 所以不管我去哪裡 我都穿著我那一雙 人自託 還沒有壞掉的那一雙 等到它壞了以後 我就會再買下一雙 沒有沒有 我們是說 我先講 講了九分鐘 然後才換它 所以它會在這裡當木雕 那我今天特別要分享這個 跟需要有關的一個想法 是因為我發現 這是一個眾說紛紜的世界 而且每個人口才都很好 表演的能力也都很好 我很慶幸 當我開始想要用寫歌這個形式 來表達我自己 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對我自己生命的看法的時候 對 反正就是我就決定 有很多看起來很精彩的事情 看起來很厲害的事情 它背後 是怎麼發生的 它是什麼過程 我顯然是沒有機會參與的 所以我決定 我要自己發展 我自己的過程 做一個好的歌手 就是可以好好的唱歌 是我決定的 然後 好好的表達我自己的看法 這個也是我決定的 我就一直走著 這樣的想法 然後認識很多的人 從歌裡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一直走著走著走著 身為一個歌手 一直走著走著 沒有想到從歌裡面 我得到了很多的 很多的力量 我從歌裡面 理解到什麼叫做寬大 理解到什麼叫做要對人好一點 我也不知道歌是怎麼做到的 反正這些事情 就是在我的生活裡面 常常我會告訴我自己 啊 我為什麼要那麼兇 就是我為什麼不能再 再對人好一點的表達事情 為什麼要罵那個主辦單位的某某小姐 我為什麼要那麼生氣 然後 就一直在這種很琐碎的 可是它真是存在在生命 生活裡面 每天每天 後來我就當媽媽了 我也會想 以後我的孩子需要什麼 我現在43歲 我的孩子13歲 30年後 我的孩子43歲 剛好走到我今天 30年後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現在的土地 碰到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因為很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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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農業 用了很多很多化學肥料 讓植物可以長得快 長得好 我們台東 我們台東種很多世家也很有名 他們晚上都是照燈的 就是燈一直照讓它長得快 加很多肥料 我會不會被我們的農友罵 我想像的是說30年後 我的孩子在我這個年紀 他要吃什麼 他吃的東西是安全的 他呼吸到的空氣是清潔的 核電廠都可以爆炸了 核電廠它會透過空氣 從很遠的地方 傳到很遠的地方 水 人嘛 人到底需要什麼 陽光 空氣 水 食物 怎麼樣延續那個生命 我常常想到這個問題 我就會很悲傷 那個悲傷是一種 哎呀 我的人生 我雖然小時候是出生在戒嚴時期 可是我的人生 是一個多麼富足的年代 可是到了我想到 我孩子30年後 我就會覺得很悲傷 是因為我們 我們把那個富足的年代 用掉 用光了 我們不停的用很多的能源 一直用 一直用 用能源的時候 就會造成很多的汙染 我們就一直用能源 一直用汙染來滿足我們的 一種 超過陽光 超過水 超過食物 超過那麼少需求的 我們就一直用 一直用一直用 一直用 然後 沒有辦法停止的一直用 所以這邊一定有很多做設計的朋友 你們可不可以設計一個什麼 或幾個 或什麼 真正的為人的行為 做出有貢獻的設計 然後是友善地球的 其實我今天真正從我心裡想要講的就是這個 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一個人 你覺得你一餐可以吃幾碗飯 兩碗好不好 我們家普通的食量兩碗 你喝得了多少水 你喝得了多少酒 我覺得人的需求這件事啊 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這真的是一個眾說紛紛的世界 如果你願意真的接受你自己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背景成長的人 我絕對相信你也可以成為一個有貢獻的人 我認為我是一個有貢獻的人 因為我很想要有貢獻 我很希望我的生命 存在了這個幾十年 我是有貢獻的 我很想要有貢獻是因為 生命真的很美好 啊 又想哭了 我是一個再一個 我的原生家庭是很破碎的家庭 所以我就是從一個很破碎的成長過程裡 慢慢的感覺到很多很多很多的美好 讓我覺得生命是很美好 當然有過程 所以我願意 貢獻我可能的 讓這個世界 也繼續美好久一點 以上謝謝 謝謝 The future is now 那個過程很重要 等一下 我們的演講是分開的 你不要follow我 沒有 我要從這邊跟你分開 OK 好 The future is now 就是那個過程事實上 我們就正在 Creative the traditional 我們正在創造傳統 在我們不經意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我們不注意的話 任憑百步的話 我們以為那是我們的傳統 就像我現在說中文 可是 其實台語我也可以 剛才我用演技的 日本語電話是要在哪裡 如果沒有清醒清楚的了解 我需要什麼的時候 你的傳統是被擺佈的 怎麼可以如此 這麼新的科技 這麼好的科技 為什麼要跟大輝要拿麥克風的原因 我不習慣用這種麥啊 很像沒有掌握什麼東西 不是啊 我拿麥克風的 我拿麥克風的 你怎麼聽我會的呢 你說是不是啊 拿那個根本都沒感覺 總不能這樣子拿嘛 所以 這是一種 有傳統又有現代 但是事實上 如果我們如此的 不明不白的話 我們的傳統是被擺佈的 當有了這種覺知 實在台灣的前輩們的努力 才開始 才開始 回想 才開始回復 才開始用心的腳踩在這塊土地上 回家 我媽媽叫我回家 她以前從小的時候跟我講 啊 我的家在那個山上下來的地方 那 1941年 被迫遷來到 以前布農族所謂 那個 張力王糧之地 不能下到一千公司以下的地方 因為太容易生病 太熱了 不適合人居住 那是因為被國家的暴力 遷循下來的 那 十幾年上來 十幾年前媽媽叫我們 你回去看看啊 在回去的過程裡面 也是一個過程 那是一種實踐的過程 當我知道了一個訊息 我 嘗試著走回去 以前媽媽她們上下 日據時代的時候 我上下那個那本陸月靈古道 兩天 中間隔一個晚上 親戚家打接二 然後 回到自己的部落 那現在我們要用八天 有一年她跟著去 九天 爸爸風塞之後再回去 大概要十天 可是如果不走的話 你永遠沒有辦法去體驗 你沒有辦法去體驗 因為太方便了 因為 現代化讓人以為 那個才叫文明 果真如此嘛 從1941年就是因為要國家管理 國家現代化的管理 讓人越來越不像人 讓人越來越像機器 讓人成為這個系統 城市的一個 一個分子 讓人不能有思考 讓人只要一個進入進去 你就是誰 未來我們應該連身分證都不用挑馬就好 這是可預見的 但是應該透過這樣的科技或演算裡面 我們要再回到去修補 去修補我們原來的樣子會是什麼 那才有更多發展的可能 要不然我們都一線這樣走就沒意思 要往回走 往回走才能看得到 在那樣的人類存在的時候 曾經擁有過多少的文明 存在過多少的價值 用以修補人跟人之間 人跟大自然之間 有多少的 有多少的緊密的關係 曾經有一個朋友在我第一次 要 上山的時候 他鼓勵的一句話就是 最遙遠的距離 還有 最近的距離 在現代這個時候 FB或者是什麼 最近的就是 一通電話播 你好嗎 你好嗎 即使在地球的另外一端 那個距離有多近 最遠的地方是 明明美麗灣在那邊 明明核廢料 明明核電廠都在爆炸 明明王家在那邊準備要被拆了 可是我視而不見 多遙遠啊 正在發生 正在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情 如果你看不見的話 肯定是遙遠 今天我們都還看到 火星上曾經有水 是火星嘛 曾經有水 所以有可能有微生物耶 地球要有多大 要有多少的人 我們 這麼一塊地球 我們需要 要用到多少 難道它不能繼續一起使用嗎 我們另外屁一個 垃圾場 我們另外屁一個 可被毀滅的空間嗎 人類有這麼愚蠢嗎 我相信不是 我們 我們 創造 Craid so that our future 所以才是我們的未來啊 就在我們關心 就在我們實踐的過程 這十年來的往返 其實去年的我的一個總結就是 因為每個月要八天的時間來 每個月 中間還有 還有一段時間可以 在那個 傳統的空間裡面 去 去體驗 以我的血液 跟那個大自然的環境裡面 媽媽曾經說過的話 在那個空間裡面 事實上去年體驗的是 Ugasmas Madudutudan Kopashmas Mada Sinkandaban 就是不能足語 在那個空間裡面 當時使用的語言 在台灣有更多更多的 沒有好走的路 山上或者是山下 沒有好走的路 但是 端看 你選擇哪一條 Future Traditional 都在現在 正在運作當中 在運轉當中 差不多了嗎 是的 我們唱一個歌好不好 好想唱 唱那個 我們住在都蘭住了五年 然後我們有學了一個 都蘭的古老的調子 那我們現在剩下 38秒 我們可以唱一下 你用那隻手 要牽我 會撈開 布隆組唱阿美組的歌 哈哈哈哈 可是你有住 好忍 會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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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